小伙子 你咋双标准呢 对自己微信里面的 异性好友就没事 人家的异性好友 异性好友就必须得删呢 为啥双标准啊 那但是我害怕呀 你害怕啥呀 人家也害怕呀 咱俩一起删 你删吗 那他说删 你怕我也能删呢 你全删吗 那不呢 那凭啥呀 所以你是什么呀 你就是以你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我怎么高兴我怎么来 你是爱他吗 是啊 我 这不叫爱 这叫占有 你的占有欲太强了 跟你谈恋爱就像犯人一样 我每天得被看着 我没事也得有点事出来 吓都吓死了 所以你不能把占有欲和爱 相混淆 知道吗 明白 因为我们长大成人了 我们不再是孩子了 知道什么叫适度 知道什么叫距离 对吧 对 接下来其实我想说一下的是女生 我觉得今天他这样种种过分的行为啊 就是你一开始的一次次的妥协和让步 他说了很多 其实在我们看来已经有一点比较过分的行为 但是你最后都是以妥协和让步为终结 所以这就给他一个适度发展的空间 他一看 其实你还挺享受的 我能用这个办法制住你 你一开始 我相信他吸引你的绝对是他身上有一股就大男人的那个劲儿嘛 女生有的时候对这个非常受用 就是因为你一开始享受其中 所以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如果你一开始标明自己的立场 标明自己的原则的话 他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 把你看得这么的死 所以一个巴掌拍不小 两个人都有问题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